那個題目 打開來好了 基本上將來考試的這個題目部分呢 會跟我們看到的這個試題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應該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應該都不會任何改變 所以比如說呢 等一下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101好了 因為 單數題雖然可能出現的機率不高 不過也有可能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 題目其實都雷同 那這題還算是簡單的 比如說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將來呢 他這邊會有一個說明就是說 你一定要 本來他給你的檔案是 jvd 01.java的一個檔案名稱 你最後一定要把它rename成jva 這個是動作你沒做的話 會產生問題 也就是說你將來開一個class的話 乾脆直接就用jva01當命名 然後compile之後的話呢 會是jva01.class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將來會在你的工作區裡面會有個bim bin bin裡面就會有這個class 也就是你run過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compile成一個class 那交的話一定是交這兩個檔案過去 如果說你沒有交這兩個檔案的話將來會產生錯誤 就沒有分數了 那另外就是說 我怎麼你們怎麼確定說你到底有沒有拿到分數 基本上各位 最後做完之後 或者是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就會看一下 這邊有個對 評分項目 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有的時候如果你看不懂 這邊的題目在說什麼的時候 請你看這個評分項目 反正這個評分項目有做 就有分數了 那雖然這個15分指的是專業期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實用級的話那這個分數評分應該是50分才對 50分 那如果說你要有分數的話你可以看一下 每執行階段數產生6個號碼及一個特別號 如果你有做的話那這個分數就拿到了 號碼不可重複出現 這個比較難 這個有沒有做 有 所有 號碼介於 01到 42之間 而且各位數字一定要加零 這兩個如果有沒有做有的話那最後就拿到50分 如果你有其中一個沒錯的話 那就沒有分 那 因為考試的時候 不是電腦評分的 特別不是電腦評分的 所以沒有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 無論你怎麼寫都可以只要不要bug 弄得出來 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 那OK 但是有的地方因為我 帶過上課然後用我的解法就每個人都一樣 我一看就知道那個是我教的 因為連註解的方式都一模一樣 尤其在那個Android裡面 我一看 這是我教的學 因為 我有一個 SOP 跟他們講 123 他們就知道123 很好記 就他們很多 一看來這是我 我教的學生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先 等一下我們先來看這個101的題目 那裡面呢需要做什麼呢 首先的話第一個當然 各位在 這個Eclipse裡面 比如說 第一題 環境設定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大家親 請